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你們的殿堂 老梁啊 怎麼了 你有沒有覺得啊 就是一個人啊 到了一個環境久了之後啊 就會變成那樣的人 真的 被同化了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們這些型男朋友也是 他們開始會怎麼樣了 你知道嗎 他們會把多餘的便當拿回家 他們開始像你了 怎麼像我 而且我們拜拜 有一些貢品 有一些零食有沒有 生命還沒吃 他就拿走了 怎麼學你了 不是學我 我也被他們同化了 你知道嗎 你被他們同化 真的 每次錄完影之後 回去照鏡子 我怎麼越來越像法比歐了 法比歐 瓜哥好 你為什麼每次都要一開始 就惹怒觀眾 惹怒大家 這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有哪裡不對嗎 到處都不對啊 什麼到處都不對 到處像法比歐 你說你越來越像吳子龍 我相信 但是法比歐真的 吳子龍 會有越來越像 吳子龍 你這樣講吳子龍 又不高興了 真的 所以你滿開心的 怎麼我很開心 好不好 今天就講說 我跟你講 進朱者赤 進末者黑 相處久了就有感情 有感情以後就被同化了 是不是 對不對 今天型男老外呢 來到台灣也真的超久了 早就有一些已經被同化了 對 而且有一些人 怎麼還不買單程機票回去 尤其是第一排靠近我的第一位 穿這個 上禮拜你穿來的衣服 而且頭髮有點剪壞的東西 OK 等一下好好的來了解一下 好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老外的良師義友 了解台灣 問我就對了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好 剛剛對面呢 來台不學無術 總是愛交壞朋友 我們的聯合國型男 歡迎 請問一下 當初到底 你們為什麼會來台灣 又因為什麼原因留下來呢 為什麼是先來台灣的原因 就是 其實在英國當學生很好 當遊客很好 但是在那邊工作超級不好 你來台灣九年了 九年 對 九年 不對 我不是最久 但是還蠻很久的 對 就是 畢業大學的時候 我有三份工作 生活費很高 所以我就是 一個禮拜就是工作 七十八十個小時 那個沒辦法繼續 我就覺得不能繼續做這樣 我有兩個朋友 他們想要來亞洲當英文老師 我就覺得 那個可以 很適合我 我就研究看看 所以我看很多很多亞洲的國家 就看泰國 日本 韓國 中國什麼 然後我看那個 台灣的海邊不到泰國的那麼漂亮 那個薪水不到韓國還是日本的那麼高 但是工作比較穩定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就覺得台灣的平均是最好的 但是還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來九年的不是會去 台灣人對我太好了 太親切了 真的 真的 大家都是說台灣人 人是最好的 我記得我剛到台灣的時候 十月 它是跟這個禮拜一樣 就是很快變天了 早上出來的時候有太陽 二十八 二十九度 但是下午已經開始下雨到 十八 十九度 超級冷 超不舒服 我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老闆看我一個外國人坐在外面 都很可憐 在外面就下雨很冷 就這樣穿提鞋 他送我大碗那個 紅燒湯麵 加臭豆腐 是素食店 所以他知道我很冷 他給我很大分 就覺得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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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然後就是吃得這樣 但是才好了 就是很多很多例如是這樣的 你是故意 你知道台灣人是很nice 你是裝的嗎 你是坐大便 沒有 我是每天去那邊 因為那個夜市就一家是素食店 但他們知道我是誰 觀察過很多人都做 對 因為那個湯姆是他吃素嘛 所以各大素食店餐廳的門口 要注意了 其他人有受過這個台灣人對你們的好嗎 來台灣的時候我不會講中文 然後很多人對我很nice 現在我找不到的地方 他就會找人回家英文然後幫我 因為我已經在台灣半年多了 我在英國交了台灣女朋友 然後到大學畢業回去了台灣 他要回去台灣的時候 叫我一起去 我說拜託 你就去啊 我在英國有工作都有 但是他離開的時候 你知道過了一個禮拜 我就覺得很寂寞 就那邊一個人很想他 因為以前他幫我做菜 打掃啊 洗衣服啊 可是他不在的時候我就覺得好 我要回去台灣找他 嗯 所以我就確定要去 我還記得 所以是因為沒有一個傭人 你是沒有工具人所以 對 傭人 所以我就記得我2月1號到台灣 我就到我的飛機港島 間落就下雨了 然後我女朋友是吉隆人 然後他就我們就去吉隆 也是那邊大下雨 然後隔天也是下大雨 然後這樣就每天下雨 所以5天都下雨 我覺得我受不了 我就跟他說 你知道我要回去英國 因為在英國也是下雨啊 台灣也來下雨啊 然後他也很 他很了解我 因為他知道我很喜歡 騎中騎車 他說那我們一起去黃島 嗯 那我們就離開吉隆 馬上離開吉隆 就開始泰沙眼 我從吉隆去了伊蘭 從伊蘭去了華蓮 從華蓮去了台東 台東陸島 然後去了墾丁 然後從墾丁我們會去華蓮 然後從花蓮我們去從東部到西部 過了清清農場 然後日月潭 然後去台中 然後台北回來了 哇 我從那個時候就跟台灣愛上了 哦 因為我發現台灣美的不太亮 對 所以真的什麼地方去了 非常非常美 然後重點還是 因為我們住了很多B&B 然後就吃了當地的菜 那個時候我也不會講英文 我不會講中文 然後很多當地人他們就幫我 就帶我們去玩 他們也不懂 有的時候他們也不會講英文 可是就帶我們去玩 所以我發現真的 台灣就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然後食物也很好吃 所以一個食物也非常非常友善 像剛剛那個湯姆師的講 其實我們的收入也沒有日很高 對不對 但是風景其實也沒有其他地方美 但我們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人 真的喔 這個是 這個是真的 從我 我是差不多 但你用利用了我們台灣人生嗎 沒有啦 不能利用啦 你來台灣也十年耶 十年耶 好久耶 真的很久 小孩都上小學三年級了 真的 而且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十七歲 所以算非常非常年輕了 而且那個時候我英文跟中文 你來台灣才十七歲 十七歲有進來 他為什麼現在看起來像四十七歲 沒有 沒有這麼差啦 沒有這麼差 對 這些我來的時候 就算很年輕耶 是 第一次出國 英文講得很爛 中文完全不會講 所以我英文 中文 還有西班牙文 我都是在台灣學的 蛤 什麼 真的 三個語言我都是在台灣 你在台灣不學中文 你學西班牙文跟 對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也是跟一些西班牙人 一起住 所以我就是有機會 跟他們學習我的那個西班牙文嘛 對 然後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是因為有那個 台灣有那個 大家應該知道 有機會福倫社 對 因為我家人 我家人在巴西也是福倫社 然後他們有這個講婚學生嘛 所以每一年 他們會送一些年輕人到國外去了 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 是有這個機會 所以爸爸就迫不及待把你送出來 對 對 他受不了 趕快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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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加入福倫社 是因為聽到有這一項 是 所以這個政策該檢討了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來台灣 然後 最有趣的是因為我來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也是跟台灣人一起住 我有三個不同的主持家 所以第一 第二 第三個月 我就是跟一個一起住嘛 所以我從早上起床 我就是一直聽中文 到晚上 雖然我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東西 但是我一直 他們一直跟我講中文 一直跟我講中文 我現在就學得比較快 對 那這個一年過了之後 我就會去巴西 那邊找到工作 我再有機會回來台灣 那邊找到工作才有機會 對 我那個時候有找到一個 因為他們是一個電腦公司 然後他們有跟台灣做生意 然後他們說 你是租過台灣嘛 你會講那邊的語言嘛 那你要不要回去那邊工作 然後我說這個機會不錯 我可以回去工作 可以拿薪水 還有可以學習我的中文 我覺得這個機會不錯 所以這邊是你很想要回來的地方 剛好有這個機會 對 又遇上一個跨國的犯罪精 還是他又捐款來台 又來 對啊 所以你來了這十年有後悔過嗎 有 這是沒有啦 沒有後悔過啦 對 我在台灣過的就是滿開心的 非常開心 而且因為我現在也是開了Yuka咖啡 那所以我們又 我們在跑餐廳 落地生根 對 所以我也滿開心的 OK 每天開心 胡子龍你也來十年了耶 我也來十年 對啊 雖然看不出來耶 看起來真的很年輕 那你在台灣婚禮歌手是什麼時候開始 婚禮歌手就是一個 還滿就是近三年 我唱了婚禮跟其他的活動 唱得差不多三年前 因為有這些機會我才選擇要留下來 因為其實我之前跟菲丹妮很像 我也是輔輪社交換學生來台灣 然後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我就是從那個交換結束了之後 然後我回意大利 一陣子就再回來台灣繼續念書 可是 我知道我隨時回意大利 我中文很流利 我都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工作 但是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一直都想要 演戲跟唱歌 所以 我一直施設在台灣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 那我覺得你還是回去 那念頭還人 念頭還人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這個房間 跟大家一起嘛 可是一開始 是不是 可是一開始這個東西真的都不會實現 我一年 一整年 我一直都失敗 零個案 完全沒有辦法 後來我就決定 OK 放棄了 真的愛你台灣 不過如果沒有緣分算了 那一天我就中了一個音樂劇 叫重返熱藍哲 然後我當男主角 所以就是馬上給我一個很大的部分 你可以再念一次什麼嗎 聽不懂 重返熱藍哲 台南的那個古堡 所以它是一個很大的音樂劇 然後它是全英文的 然後所有的演員都是台灣人 除了我這樣 然後 從那個東西之後 很多人看到我 那我就 突然有很多機會出來 那第一個就是唱歌 純唱歌 所以我覺得很多很多婚禮跟各種活動 一直到現在 然後後來 一年前 我結婚了 一年前 一年前 對啊 所以現在我想要回去也 也不容易 對 什麼話 你在講什麼 你現在就想走了 你現在要拋棄戲子嗎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我講得很轉彎 就是說 很棒 有老婆真好 我覺得你的表情很討論 這樣聽起來一點都不好 表情是有失俏 為什麼心虛 聽起來怪怪的 這個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剛來台灣的老外 其實不知道自己可能是個帥哥 你們是不是要圈叉一下了 對啊 請問一下你在你們的國家裡面 算帥的嗎 帥的請舉圈 請誠實回答 不帥的請舉插 吳子龍請誠實回答 我真的 吳子龍請誠實回答 沒有 吳子龍請誠實回答 吳子龍請喝苦茶 你就管那個吳子龍 你有管過李靜良嗎 你這樣你在國家算是帥的嗎 我們是 我是不一樣的帥 那你幹嘛剔個耳朵幹什麼 我們是同一個國家的 你不要這樣騙人 不恐懼啦 我是單純的帥 就是單純那種 就是乖的 你單純的帥 外表啦 蛤 外表單純帥 所以他在美國算帥 班傑趕快老實說 那這一款在美國吃的東西嗎 不行吧 他這一款在美國應該是偏讀書蟲 就是nerd類的 他是nerd 對 他是nerd類的 他會加入五公社的那一種 不是讀書種的帥哥 他是玩桌遊那種你知道嗎 沒有這個東西 而且他更慘的是 書也念得不好 對啊 他來台九年的原因 是因為他七年都在念書 真的 他是桌遊型的 在美國你要是那種 籃球型的 打籃球型的 這種就行 那你覺得班傑在美國算帥嗎 可以啦 算帥啦 你為什麼這樣不可以 我跟你講如果他去那邊 我家那邊穿一個牛仔雪 戴一個牛仔帽就很帥 對 很多外國人來台灣之後 經過 比較會打扮嗎 對 經過台灣的這個社會化 我們就變帥了 因為是變成熟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跟這個環境有關啦 也是跟台灣人 這個我們講這個美好的風景 就是台灣人對吧 在美國我們都很容易被取笑 我們要幹嘛 要說他帥還是什麼 很容易被取笑 連一唱歌 人家說你不好聽 你就覺得很受傷 我們來到台灣 你們反而我們去唱歌 常常很難聽 你們還在那邊拍手 因為台灣人很nice 所以我剛剛要講的意思就是這個 我覺得台灣人是因為很nice 所以你們在這邊會越變越帥 因為你們沒有自信 很有自信 越來越有自信 所以我看你都是你們給我們的 那你怎麼會越活躍倒退呢 什麼意思 是沒有人稱讚過你是不是 很多人稱讚我怎麼了嗎 誰 一些人啊 說不出來 叫我們來 車馬被我出 我們看不到對不對 哪些人 去看我的粉專 我真的不想跟你們講 真的 少翔 你是這裡面來最93年耶 小孩都國一了 對 那其實我覺得你們上上講 德國人不浪漫 我覺得不對 因為我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我們沒有說德國人不浪漫 我們是說德國人不好笑 好 反正我就是 我以前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為什麼來台灣 他就是讓我是為了第一個女友 你先講講以前你有多浪漫 就是為了第一個女友來台灣啊 他為了他第一個女友來到台灣 他是有欠你什麼東西是不是 他是有欠你什麼東西是不是 他欠我的心 哇 誰 這個回得OK喔 我中間來台灣13年 我有很多機會回德國 我是可能快待不下去了 可是每一次有一些命運的時刻 讓我留下來 比方說跟第一個女友分手的時候 我讀大一 我那時候就覺得 嗯 我已經開始讀大學了 我一定要讀完 那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另外一個女友 那我那時候發現 即使在台灣要工作的話 需要收拾學歷 可是我一開始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嗯 我要回德國工作嗎 還是要繼續讀書 那我因為愛那個女生 我就留下來了 雖然她已經跟我分手了 可是我覺得沒關係 我可以挽回她 後來失敗了 但是我就是完全是完全 就為了她 我也沒有其他的理由 我不想在台灣工作 我只是想跟那個女生在一起 還是留下來 後來讀研究所 研究所畢業之後 也一樣找不到工作 沒有一個公司要錄取我 對 那時候已經準備要回德國了 我只剩兩個月的金錢可以用 我就要買德國的機票 突然有一個電話來 各位觀眾 你們要感謝這個節目 如果沒有這個節目 我早就回德國了 那他們怎麼找到你的 我以前就上過 你應該問說 是誰打給你 真的 真的是 四年半了現在還在這邊 就是 很棒啊 對 我真的很感謝 那其實我覺得很多 有時候跟他們聊天啊 他們很多講話的方式啊 語氣啊 甚至待人處事啊 想的邏輯啊 已經都被童話了 蛤 你會覺得他們有時候講話 對 他們好像說 好多口頭禪 有的時候回國探親啊 家人都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是不是 對 常常發生的 我每次回英國就是 這樣 一直說被媽媽做 因為那個第一次回去的是 我已經住台灣兩年了 所以我是認真的學中文 就是每一次那個回答 就是用 誰說什麼 我不會說是 還是對 還是有 就是說 學生跟我說 我跟學生說 你今天有帶鉛筆 那時候 你又帶書包 作業寫了嗎 所以我自己回英國的時候 我就是第一次跟媽媽講話 她說今天 我們可以去看奶奶好不好 我就說 她就揍我一拳了 說你幹嘛這樣沒禮貌 你沒有文化嗎 你不知道怎麼講英文嗎 她就是開始罵我 你要回什麼 Yes mother 就是Yes Yes OK 就是隨便都可以 但是 就是什麼樣子的動物 猴子可以用 回答 我以為你是原始人 但是因為外國人好像很 以前 就是像我老公來的時候 他也是聽到人家講說 蛤 就是有沒有 像你在人家的講話 你沒聽清楚的時候 他會說 所以他回去美國的時候 他也是有人在幫他點東西 他說 然後他說 蛤 然後人家以為他阿達阿達 就是 真的喔 對 因為他會一直說 蛤 什麼 然後他會說 蛤 因為有人會罵 因為台灣就是常會有一些 口頭禪啊 就是 你笑耶這樣子 對 所以他就會 忘記了 所以回美國的時候 他就會罵人家笑耶 可是根本沒有人聽得懂 笑耶是什麼 是耶 我們講英文是用中文思考 現在 所以 家人 痛測心扉 應該不是語言的問題 應該是人的問題 是 語言的問題啦 是 像我上一次回去 我妹妹還有 現在五個小孩 那時候她只有三個啦 然後我記得 你妹現在還有五個小孩 五個 兩個是她老公先起的 然後這兩個 其實因為我在跟她聊天 然後她就是 她媽媽那天就是 她就是脾氣很不好啊 然後在罵罵罵 然後 我就看那個小孩 然後說 這很瘋了 我就說 好 然後我就回去 我是要跟人家說 欸 去洗澡 我會見你後 然後他們不回我 然後就 好 這個語助詞 就自己就會出來了 對 就很自然的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 我們來這邊 開始學中文的時候 我們是用英文的文法想 然後把中文講出來 後來我們學會中文 我們是用中文思考 再把英文講出來 所以就很亂七八糟 裡面有一個文法 什麼得懂 看得懂 聽得懂 對 就是什麼得懂 然後那時候我在 我在家幫我媽媽洗碗 然後她就 她就跟我聊天 然後 她 她就 就問我說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啊 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說 我聽得懂 我要講這個 我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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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超難的 這個完全反應不過來 有時候會轉化不過來 對 要說 我聽得懂 對 我有一陣子 不是在瑞士念書嗎 然後呢 有時候回來的時候 就會去找奶奶 在奶奶講台語 然後我就跟她講 其實講講講 講到最後我就發現 奶奶臉變了 因為我一直在講台語 講講講 發現我在講英文 然後奶奶就這樣 你在講什麼 所以有時候那個語言 很難轉變過來 會忘記 因為有一陣子 很常講的話 對 像那個我媽 我回美國 我媽叫我去吃飯的時候 Benji 來吃晚餐 然後我正在忙別的事情 我就說 媽 然後我媽說 蛤 慢 我說 我說 I come 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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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就是 I'll be there soon I'll be there soon 這是什麼意思 慢慢來 慢慢來啊 Slow slow come 你就罵 誰會講這樣的英文 結果她完全 雖然這些字 她都聽得懂 可是你這樣子 給她的話 不是成一個邏輯 對 不成立她就聽不懂 你看她講那個慢慢來 通常也會帶一個 一個動作 慢慢來 那個概念對不對 然後我也是跟那個英文的朋友講這個 我要講就慢慢來 Take it slow 然後我就 Take it slow 這接不上 完全接不上耶 完全被台話了 對啊 可是是真的 我們外國人 我們已經住在台灣這麼久 我們就會習慣 比如說我在想東西的時候 第一 我會用中文想 或者是第二 我會用英文想 我完全不會想東西 那我那個語言是不太愛聞 而且我覺得在台灣的那個 巴西人很少 所以我真的不會用到這個 布泰亞文 所以我每次回去巴西的時候 就是要跟媽媽爸爸溝通的時候 我的布泰亞文真的退步了 她真的會卡卡的 我要跟她講一些東西 我真的有一兩個字就是想不到 那我就是必須要先頂一下 然後想一兩秒鐘 然後就是 是這樣子 我應該是這樣子說嘛 對 因為我就是 我的腦還在跑 可是她在跑 就是可能在用中文 想東西 所以我每次去巴西 我可能需要 一兩個禮拜 我可以把我的這個布泰亞文 先練習好了 差不多 對 差不多了 那只有兩個禮拜之後 她不會卡卡的 哇 已經變那麼嚴重了 她在台灣四年回德國 那我睡我哥哥的家 有的時候她 有一次她叫醒我 那我就講一堆中文 我自己都沒有感覺 她說 這是一堆中文 她說 等一下我好累 她就聽不懂 欸 你在講什麼 你在講什麼 怎麼了 有什麼問題嗎 她說 你是講中文嗎 我說 好像是耶 我家人問我一些問題 我說 我不知道啊 用中文回答 她們說你在說什麼 蛤 我自己都沒有感覺 我用不對的字 或者她們跟我講一句說 當然啊 還是什麼東西 就常常講一兩個字 第一個反應是講中文 不是德文 對 來台灣太久了 都十三年了 因為你們大部分的時間 應該還是講中文比較多吧 對啊 而且對 其實我最常用的是英文 第二個是中文 第三個才是德文 我講英文 中文 比德文都很多 我現在唯一一個 可以練習英文的時候 就是她來我家的時候 那時候我根本不想跟她聊天 謝謝 所以我現在練不到啊 謝謝 我覺得除了以上講的 我們都有遇到這個語言的問題 會有一些文化上的問題 問候太熱心 場面尷尬 對啊 真的會 因為其實義大利能問的東西 跟台灣能問的東西 有一些不一樣 那你有時候你在這裡 真的很多年 你都習慣 你都不會多想 你會直接問一個禮貌的 或者常常會問到的問題 我之前跟我朋友在義大利 很久沒有看到的朋友 我們一起去海邊 然後我們就是聊我們 聊我們的 結果她跟我分享說 她有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那我就替她很高興 因為我知道 我在義大利找新的工作 真的不容易 可是她就是有找到 那我聊那個工作內容的時候 她在銀行工作 我就問她 那你賺多少錢 然後我一講到 那你賺多少錢 她就馬上給我一個 她就很尷尬 超尷尬的臉 然後我也突然 我一看到她很尷尬 我就 意識到覺得 我怎麼那麼白布 我怎麼可以 我怎麼可以 我怎麼可以問這個問題 不禮貌 然後我要說 如果你不方便講 你就不用講 可是她就是 沒有辦法 她會覺得你怎麼可以問 然後她就問我 你太失禮了 對啊 太虛禮了 她問我 為什麼你想知道我賺多少錢 那其實我想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想知道 其實我只要跟不知道有什麼差 但是我就是習慣問 那我就直接問了 誰在台灣 大家都會直接問說 台灣年紀成三十幾 都會問我們賺多少錢 對啊 後來最後還是她有跟我講 我公佈一下 在義大利如果在銀行工作的話 一個月可以賺四萬多台幣 但是這是什麼階級啊 最普通的在櫃台 櫃台 所以你看吧 大家一直說外國人很直接 其實我覺得外國人很複雜 因為很多東西不能問 不敢問 然後他們覺得這個是沒禮貌的 我覺得你講出了一個重點 外國人就是男鄉主 對 外國人 我跟吳子龍以前一樣 我到台灣的時候 我女朋友帶我去 跟她的家人見面 他們直接會問我 那你在英國讀書了嗎 那你應該有錢嗎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他說你到底有沒有錢 我也不回答 他說那現在你的薪水多少 我那個時候也不敢回答 但是還有去上班的時候 我的助理每天 如果看我會看我的臉 說你最近怎麼樣呢 為什麼練那麼黑 你睡不好嗎 為什麼很多中文呢 你有什麼病 我覺得關你鼻水 怎麼那麼沒禮貌 所以現在也不能問 是關心啊 是關心啊 因為我們覺得很沒禮貌 可能真的臉太多 你的氣色很差 就是怕你有一天 是不是過勞還怎樣 對啊 所以以前我覺得 在跟別人聊的時候 至少也要聊 好像我有關心過的啊 是啊 有找話題啊 所以以前我覺得很沒禮貌 但是我已經在台灣八年 我也變了 我最近也會去無可 然後我的鄰居來我家找我了解 她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跟我年紀一樣 我們以前等好的朋友 她到我家 然後看到我的臉怎麼那麼醜 我就直接跟她說 哎 為什麼你的臉怎麼那麼醜 然後你知道有很多痘痘 為什麼你最近怎麼樣 神病了嗎 或是水不好嗎 可是也進來了嗎 有什麼病啊 是的 可是也進來了嗎 我媽就很生氣 我說你怎麼沒禮貌 問女生的那麼多問題 我覺得沒有啊 等親她而已啊 然後我還問她 或是你跟先生離婚了嗎 然後 然後她就 她就說了一句話 關你第一次就走了 太過關心不太 那難道你們都 寧願別人就不關心你嗎 一句都不要問這樣 沒有 只是我以前覺得 因為很多東西就是 你要小心 不能問薪水 然後不要 比如說如果 你直接說 為什麼你的周文怎麼那麼多 這個很沒禮貌 對 我是在台灣很 真的 台灣人就很希望問這種問題 你的周文好多了 你變老了 就是我們聽了會很傷心 就是聽了這周文怎麼多 那個錢的問題是因為 你跟一個人講 你賺多少錢 那個人會去八卦 那我們家那邊是 就會有搶劫這種東西啊 我在台灣養生了一個習慣 就是這個 點頭是一個 就是為了禮貌一點 我是一個比較就是 讓人家有點害怕的人 我看起來很兇 可是我買東西的時候 我跟各位的人就說 謝謝這樣子 就點頭很禮貌的感覺 但是我在德國也會這樣子 然後我跟我哥哥一起去買東西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子啊 然後我哥就 你在幹嘛 我說 就 就 謝謝他 還是這次只有台灣人會嗎 點頭是一波 德國人完全 亞洲 亞洲人 亞洲人 對 我在德國這麼做 我哥哥覺得 你的脖子還好嗎 怎麼了 我就 謝謝他 很怪 他覺得這個看起來好像 好像我腦子有問題 你這樣講 那日本人不是更嚴重 對啊 是 但是如果突然一個德國人 在德國做這種事情 我們會覺得 這個人很奇怪 好怪喔 你是去買東西還是你是個 去買他給我比較好錢 然後我說 謝謝 謝謝 或是說你看遠遠 像台灣人就這樣 遠遠看得到 然後就會這樣 對 對 我們不會點頭這樣子 點頭可以 或是進門看到警衛 也會這樣點一下 點個頭這樣嗎 因為你們國家的人 也會這樣嗎 為了情取圈 不會的情取差 就是點頭這樣 大家覺得沒你嗎 點頭真的沒有 沒有吧 所以就不點頭喔 蔡博文 我們會不會點頭嗎 就是 嘿 就是這樣 但是說謝謝 謝謝 掰掰 然後跟那個 對 如果麻煩到別人 比如說我回去的時候 我就去那個Walmart 然後再找一個東西 我就看那個店員 我就說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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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過來說 想要收 會不會是因為 會不會是因為你剛剛這樣 真的很賊頭 就在台灣 不好意思 真的有點阿達阿達 對 真的 他們是看不懂啦 他們看不懂是什麼東西 我真的沒想過這問題 就只有台灣人會這樣喔 我會這樣 不好意思 我們也會 可是一點點跟英國一樣 我們就會 謝謝 謝謝 他剛剛在罵了嗎 所以我們會一點點大大大大 點頭這一次 就是 十一住行 都被台灣影響的時候呢 請問你們 回到你們國家 有沒有鬧過什麼笑話呢 有 回到我的國家的時候 之前我會覺得 非常非常的難適應 因為其實我們 義大利的飲食習慣 跟我們台灣的飲食習慣 真的是差非常多 我跟你們講 一個義大利的 早餐的桌上 會出現的是 一個奶油 一個果醬 麵包 巧克力餅乾 牛奶 全部可頌 全部都是甜的 沒有任何東西是鹹的 但是我在台灣很多年 我回去 我想要吃什麼 我印象中我要的是呢 一個飯糰 或是一個蘿蔔糕 或者一些蛋餅 那這些東西在義大利 完全是沒有 沒有人會吃鹹的 在早上 零完全沒有 那我跟我弟弟跟我哥哥 我們一起吃早餐 十年沒有一起吃早餐 那他們都狂吃餅乾啊 果醬啊奶油 那我快覺得 那我就沒有辦法 我就是自己去撿兩顆蛋 然後放在麵包上 然後配一個拿鐵 那也是只有我喝 因為他們都喝啤酒而已 好 無論如何 然後我就做了之後 他們 我弟弟開始擔心我 他問我 你是不是在台灣得了糖尿病 台灣是不是跟每個一樣 每個都吃糖尿病很嚴重 我很怕糖尿病 因為如果你有糖尿病 那是不是我以後 也會有糖尿病 他很緊張 對 那我跟他說 沒有沒有沒有 台灣就是吃健康的 是比較鹹的東西 都沒有甜的 那你這樣會不會 會不會有猶豫症 意大利有一個麵包上面塗一層奶油 在奶油上面塗砂糖 砂糖是這樣 超甜 我媽媽做給我的 她認為這樣是一個好的營養 就是小時候就做給我的 那你覺得好吃嗎這樣 超好吃的啊 吃的習慣 可是現在很多年後 如果我吃了 我會覺得我會頭痛之類的 它太甜了 所以吃的一些飲食習慣都不對了 因為我們來到台灣 要過一段時間 才可以食飲台灣的東西 食飲之後回去美國 反而要再適應美國的東西 可是現在美國 那麼多亞洲食物 你知道我住哪裡嗎 南卡羅來納州的York 對嗎 因為我回去的時候 我真的很不習慣這個東西 然後你回去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吃那些台灣 吃不到的美食餐廳 Taco Bell 一堆東西 然後我就 哇 每天之後有不同的湯 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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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很飽 但是一直有一個空虛的感覺 沒有金菜 不是啦 有金菜啦 那天晚上我媽媽說 我姐妳最喜歡的牛排 我說 好 一定要啦 她說 那妳去幫我去拿那個 去買飲料 我說 那我先去買飲料 然後我就開車 然後開開開 開到 經過一個中式餐廳 我們那邊有一個 吃到飽的中式餐廳 然後我就 蛤 停下來 然後走進去 就好像賣賭一樣 就是課藥 我說 老闆 就給她買一碗白飯 她也覺得 你看我已經流口水耶 你愛吃白飯喔 我很愛 對 配這樣都給你白飯 不要任何菜好不好 不 一定要肉 一定要配這個肉 因為那個牛肉的那個肉汁 在上面 在配那個白飯 對 她已經跟我們一樣 就是每天 好像沒有吃飯 覺得好像沒有吃飽 很不舒服 那你也是來台灣之後 才愛上吃白米飯 沒錯 因為我們的飯 都是用就是 水水的 然後加很多調味料 沒有這種很 就是春的白香飯 對 講的都餓了 對啊 連中國餐廳 在國外都不太會給白飯 在我們意大利中國餐廳 一碗白飯喔 賠那些菜要一歐元 美國也是要另外買 炒炒 要特地跟老闆講 對 在英國是吃到飽的 白飯吃到飽 真的嗎 很多英國餐廳 也是煮錯飯 就是因為廚房 你看廚房裡面 是兩個白人 他們不是華人 所以他們煮中國菜 他們都煮錯 他們給你白飯的時候 還沒有煮好 白米 對 還是他變很 硬硬的嗎 對 就不懂那個 可是我覺得講到吃飯 還有個習慣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來台灣就是念書 然後他住美國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已經習慣 跟我們這群女生出去 然後我們都會說 來上食堂上菜 然後拍照這樣子 然後台灣人不都很喜歡打卡 說吃什麼餐廳啊 結果他後來回 暑假的時候就是回美國嘛 就是找家人這樣子 然後就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上菜囉 他就說等一下 先拍照 然後結果全部人都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們就很餓啊 因為好像你們沒有那麼習慣 一定要這樣 像我們台灣人什麼都要拍 他們才沒有咧 對 然後他就覺得 你好奇怪 你好CC喔 真的 你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要拍照 我三次回去 是為了大家都 那個恨英國的料理 我都是IG每天PO那個 對 誰說英國料理不好吃 我每天PO我每一個餐 我去一去每一次 很多人就是這樣 他做什麼 對啊 就是每一個餐廳都會 全部都會看我 那如果這個真的很特別 很經典 就是說他打開會有 單瓶噴出一條龍這樣 所以你們也不拍嗎 這是怎麼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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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有特別 但是你們是更誇張 或是你們去吃什麼米其林 你們會想要拍嗎 如果是 如果是很特別的東西 我們一定會拍照嘛 但是我們不會跟台灣人一直 什麼東西都要拍照 因為很特別 包括米飯還要拍照 米飯 我最討厭就是 我自己 我自己點的東西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小優 我點我的東西 你還會 我開始吃 先不要吃 我先拍一下 當然啊 當然啊 就是要整個桌子 我飯還要白飯 因為你的飯就是這個餐廳的作品 是不是 我們就是主要討論這個餐廳 你自己買啊 你有這麼餓嗎 你怎樣 拍一下怎樣 拍一下會死 餓耶 多餓 我一直流口水現在耶 拍一張照你會怎樣 我會餓死 你知道台灣有一個特色 因為台灣夏天很累對不對 然後我發現台灣有一個時尚 台灣男生很喜歡穿衣服 就人家T恤就這樣 怎樣 摺起來嗎 男生喔 有袖子吧 沒有 男生有這樣嗎 你在袖腹肌吧 不是 你站上來就變皮肌 柏文你要不要站起來一下 柏文 沒有 今天就很多台灣男生就像這樣 在這裡 他們圈圈圈圈圈圈 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 男生怎麼可能 你知道在夜市 很多台灣男生就做菜 你看那是工人吧 工人會把這個衣服 直接這樣子拉到這邊 工人 沒有 就到這裡啊 然後特別在夜市 他們做菜的時候 然後衣服就這樣子 然後這邊醜液啊 然後這邊衣服 這邊就可以擦一擦 應該沒有夾這樣子吧 也沒有夾這樣 有 大哥 你住哪裡啊 不會啊 小楊哥就不敢這樣啊 所以我本來就覺得很奇怪 可是有一次跟朋友抱怨說 台灣很熱 我的衣服都試試的 所以他跟我說 那你要衣服就捲捲捲捲捲的 那之後我試試看了 其實真的很舒服 因為你可以這邊擦一擦 然後衣服就擦擦的 那你直接買皮肌就好啊 可是你這邊會生態 會 肩膀會晒 對 會這樣捲起來 太怕曬太陽耶 這邊曬不太到 因為你在做事 就是擋著啊 對啊 這邊就看不到 所以比較舒服 所以呢 所以有一次我回去 無可能也很熱 然後跟朋友們去去也很熱 我一直流汗 我也衣服捲捲的 是 然後他們就看我 說你有什麼病啊 一定要 走開 好丟臉啊 小楊哥你來說 他們不能接受 是不是 我跟他們說其實很舒服 亞洲人都穿這樣子 沒有啊 沒有啊 真的沒有 沒有好嗎 還有亮色系的衣服 因為我在台灣騎摩托車 他給我一個很帥的騎車 那個亮色系列的一個外套 然後就去上課 我想我就穿這一件好了 然後我要去上課 結果那些白人啊 都是那種 其實就是這樣的 一個襯衫啊 一個卡其褲 一個皮鞋 然後他們就這樣一直看我 好像我是神經病這樣 那後來我下課 我到走廊 結果一個黑人他看到我 他就說 黑人欣賞耶 不錯我可以交朋友啊 他們比較喜歡亮色 他們喜歡很牌的 結果我跟這個黑人朋友啊 我就去他家 然後就在他家 他裡面有掛一個彩虹國旗 然後突然就 欸 所以他追求你了 對 他不是因為 那後來有怎麼樣嗎 沒有啊 我先走了 像我老公已經來台灣超過15年 他也是越來越 他穿衣服很抬 他就是被穿這種就是 台灣超棒 台灣超棒 然後走在路上 然後吃檳榔 然後去釣蝦 哇 吃檳榔喔 對 他們就學台灣文化啊 就吃檳榔然後去釣蝦 他非常非常抬 你老公確實滿抬 真的 他是真的很 以前在健身房都遇到他 他真的都抬抬的 他真的非常抬 而且他像他也覺得 像美國的話 是不是都要穿鞋子進去家裡 都可以 對 但是對 大部分是可以啦 所以他已經習慣 就是在台灣 我們都是拖鞋嘛 對 他回去美國跟去親戚的家 他就拖鞋 他親戚超生氣的 因為他覺得他拖鞋是有細菌 因為他穿襪子嘛 然後他 可是他覺得說 穿鞋子進去才會更髒 更髒 他親戚是無法接受這個 他沒有理解 他不理解 為什麼 為什麼要拖鞋進房 他在台灣的時候 他會穿鞋子進去嗎 他一開始覺得我們很怪啊 就是為什麼 到了人家家裡要脫鞋 然後換室內脫鞋 對 要換室內鞋 可是後來他慢慢知道 習慣了 因為他覺得 對 童話了 所以他回去以後 就是去人家家裡 也是一樣要脫鞋 我習慣了在台灣 但是在英國不一樣的 就是 機程車在這裡超級便宜的 所以每一次回去 我都是 我都是習慣了 現在我住那個 離市中心半個小時 如果你坐台灣的機程車 要幾百塊而已 很快 但是我上次回英國 我要跟媽媽跟季福去 季福的酒吧 距離也是差不多半個小時 那個更近的村莊 所以我們喝完酒 我就說 我們可以坐計程車回家 他們兩個開始大笑 哈哈 你誰有錢可以坐計程車 那麼貴 他們就說 我們可以找朋友 載我們回去 還是鄰居就可以來 帶我們回去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知道費用多少 如果在台灣的那個 旅程是三四百塊 英國的兩三千塊台北 所以一個零耶 對 一樣的 好貴喔 英國起跳多少錢 像台灣起跳是七十五 七十五 你說汽油嗎 就是起跳 就是你現在坐上車 他就會收多少錢 他們 他們有分 最低收到現在差不多八塊 那台幣是三百 哇 三百五 起跳就三百 三百五台幣 那你要坐多一點 三百五我都可以 從這邊坐到哪裡去了 你可以抓中和了 對啊 三百五的 對 可以 真的這個開車的東西 是有點危險的 因為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是看 比如說在台灣 我跟你講 你看前面有一個人 你想要左轉對不對 那你剛好看到那個空氣 你就會左轉對不對 你不會等前面的人開過來 我跟你講 在美國是你一定要等 前面完全沒有車子 你才可以左轉 不管前面的開得多慢 我回去美國的時候 我就跟我舅舅 我們在開車 然後 因為我們家那邊 人家開車很慢耶 然後我就看到 遠方還有一台車還沒過來 我想說 那我就先左轉 就開始左轉 我舅舅 他就抓我那個 那個方向盤耶 把我轉直耶 然後我就想 你不能這樣耶 我說 我舅舅那麼浮誇 對啊 對啊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 人家還沒過你就左轉 你想要害我們嗎 害死我們嗎 人家看你那麼慢耶 還不能 但是美國人真的很浮誇 因為第一次去開車的時候 真的不習慣 那有時候可能 大家聊聊天 在車上聊天 就忘了這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行人 要先讓他過 對 但我們有時候 第一次開車的時候 在美國我就行人 他還在很遠的地方 很遠喔 然後我右轉 他在原地你知道嗎 就這樣 也聽不到他叫聲 很生氣這樣 想說有沒有這種浮誇 奇怪耶 真的 然後你還有那個 停車 停逆向 我回去美國 我停逆向 30分鐘回來 回來我的車已經開單了 爛掉 已經開單了 對 所以說台灣有一個特色 我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從基隆坐火車到台北 然後那邊就被嚇到 因為我坐火車看附近 所有的人戴口罩 正常啊 現在正常 但是那個時候很可怕 然後到台北車站 多人戴口罩 什麼都在台北的地方去 熱鬧的地方去 都戴口罩 為什麼很可怕 因為在歐洲 沒有人戴口罩 在路邊沒有人戴口罩 在學校沒有人戴口罩 你去醫院 醫生也沒有人戴口罩 就開刀的時候 他們會戴口罩 所以對我們來說 只是很可怕的 我們覺得你就有傳染病 很危險的 但是之後 因為端天的時候 我有國民 所以我的鼻子不舒服 我的朋友也跟我說了 你可以試試看戴口罩 然後我真的戴口罩 舒服多了 對啊 所以我跟何曉雄也說了 因為她在鼻子上不舒服 她要戴口罩 因為這樣舒服多了 因為現在上飛機 都一定要戴口罩 對 上飛機也是 這樣不會太乾 所以現在我的褲子 包包都是口罩 口罩好用耶 你也太多了吧 而且你顏色好多 而且我也是出門一定要戴口罩 因為已經有一種很習慣了 你知道嗎 你出門不戴口罩 覺得好像很沒臉事 你知道嗎 就覺得很安全 所以在台灣很方便 但是你去國外的話 如果你坐飛機 從台北到北的地方OK 因為在飛機很多人戴口罩 但是如果你在歐洲回來飛去 然後戴口罩 沒有人剛在你旁邊坐 那很好啊 他們就怕 很好的 這樣有不舒服的感覺 你戴口罩 然後大家看到你 他覺得我可以換位置嗎 有耶 國外好少人戴口罩 沒有啊 國外沒人戴口罩 完全沒有 他們即使生病 也不太該戴口罩 我們小時候 我們唯一看到的 有常常戴口罩 就是那個麥可傑克森 所以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就覺得 大家都在選他 要不然你們國外戴口罩 真的要戴到口罩 是什麼狀況 醫院 就在醫院 如果你去 如果你非常嚴重的病 那你們口罩應該很貴囉 沒有人在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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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台灣還是一個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是啊 是啊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下次見 拜拜 來台灣多年了 以上是講的 你們已經被同化 對 可是我相信 即使來了9年 10年 13年 8年 應該還是有些地方 你們不習慣吧 有 有 我跟你講 台灣人很 很熱情的 管我們的事情 嗯 太 我跟你講 你是很應該被管 因為 你太失控啊 那你就耍廢天王啊 讓我自己耍廢啊 關你什麼屁事嘛 唉唷 好兇喔 跟你講 像 那時候我跟一個台灣女生交往 然後那時候還是大學生啦 但是我想要 慢慢往這個演藝圈的方向 然後 爸爸就覺得說 你確定嗎 如果你之後不順啊 那怎麼辦 那個很累啊 什麼 我想說我有沒有要娶你的女兒啊 關你什麼屁事啊 哇塞 你這樣子跟你 我當然沒有這樣跟他講 然後還有 你去那個早餐店吃 你的早餐 在那邊吃 阿嬤在旁邊說 年輕人這個很不健康 我只想吃 我只想吃 你到底吃什麼 我只想要不健康啊 你到底吃什麼 蛋餅 蛋餅為什麼不健康 他會覺得那個上面的油啊 然後醬啊 還是不健康啊 所以你現在已經不喜歡台灣的阿嬤 很喜歡 非常熱愛 他們在看電視 但是你讓我不健康可以嗎 所以你覺得阿嬤們唷叨 不是 不只有阿嬤們 還有誰誰 沒關係一次都得罪光 沒關係 還有某一些節目啦 就是我留鬍子 有一些我覺得 這個鬍子很好看啊 有一些節目 我不說是哪一個 FG 就會說 這個鬍子很難看 你趕快給我發 我的鬍子有讓你家不順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是鬍子的問題 你現在是頭髮的問題 頭髮的問題 頭髮也是啊 頭髮你剪了 你在美國你剪不好看的頭髮 他們說今天頭髮你剪了是不是 對啊 如果你不好看 我不會跟你講不好看啊 台灣人說 這個頭髮很難看 你怎麼敢呢 我剛剛不就在化妝師跟你講不好看了嗎 我還聽你的話嗎 我真的覺得台灣人很愛 管就是別人的外表 就是自己的外表都不會批評 但是別人的外表 對 我覺得很誇張 像我也是有的時候留鬍子 像今天 有的時候就是看粉絲的留言 那少小我覺得你的鬍子看起來好髒喔 你趕快刮 那個是我自己的身體 我要跟你講 你要自己怎麼弄你的身體嗎 還有什麼 你的穿著我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真的很多 還有也是食物啊 還有餐廳要替我決定我要怎麼點我的餐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德國人 你怎麼點他就給你 那台灣人還說 那個我覺得不好 你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他又不是給你喝啊 對真的很誇張 我覺得我非常認同 有的服務生還會制止你說 我不要點這個 你這個菜應該夠柔 對 我覺得你吃不下了 我非常認同 因為那時候我的網站上面就很多 很多罵的難聽就是說 你怎麼真的不吃羞恥 胖成這樣 你還不減肥 所以這種的 想說到底跟你什麼事 對 真的 到底 看一下自己嘛 還有就是 不是我新髮型啊 少小我覺得你說髮型比較好 你應該要改喔 你就是看起來很老什麼的 不是吧 少小就想看起來老嗎 你奇怪了 就很熟啊 真的不對 有的時候就是 有的時候也是想要 就是 配合別人 那 突然又有一個人出來說 你這樣子也不對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或是我那個 我帶背包嘛 那我裡面放 一大包衛生紙跟一瓶水 因為我想要喝很多水 而且鼻子過敏 每一次 第一次看 有一個台灣人看到這個東西 少小你怎麼帶那麼大瓶水 這樣很重耶 你們為什麼不帶小的 過你屁事我自己喝啊 他只是很缺水嘛 還有 一大包衛生紙 你真的會用嗎 會啊 不會不會帶好不好 怎麼怕你弄嘛 真的 不知道你們兩個很容易發脾氣 真的耶 每一次都背念 真的 真的 我覺得你們真的很可憐 對 我的問題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我沒有他們那麼紅 所以其實很少人跟我說 那個難看那個 我被紅 對 對啊 就是我希望台灣人可以多講我一下 多關心我一下 多關心我一下 對啊 Instagram hashtag 關心吳之龍 關心吳之龍 吳之龍 除了這個之外 我也會找到我自己的煩惱 就是說 我覺得其實我很多年在台灣 我一直不能習慣在台灣的餐廳 無法克制化任何東西 他就是在那個菜單上面寫什麼 就是那樣 你要有一些多的 通常那個服務員都是 always都是no 就是不行 我上次我去一個很高級的 意大利餐廳 那種一個人跟你講 要五到六百塊 很貴 然後我就是那個番茄 我一個番茄意大利麵很簡單的東西 番茄意大利麵上面要放什麼東西 要放一個起司 對不對 對啊 就我愛的起司 好 他沒有附那個起司 我就那個服務員說 我要一個起司在那個上面 可不可以 然後他說 我幫你問 這個要問什麼 你們有 因為他們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 不是 他就有他的SOP 對啊 你幹嘛亂人家呢 有的餐廳我們去說 不好意思 這可不可以不要太辣 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是統一的 對 那個醬汁都是調 小亮哥不要保護他們 他要亂出的時候還會被罵 不要保護他們 不要這樣講 因為我跟你講 如果我去日本 我都用機器點是OK 可是台灣如果是人的話 我覺得我們需要溝通 在意大利都是會跟服務員溝通 他真的有去問 然後他們有這麼大的輪子的起司 所以他們真的不缺起司 好 他就回來給我多少 他說可以 他給我一個那個 放醬油的那個小盤 對 你吃飯很貴啊 那起司 跑給你一大碗 真的 這很貴耶 是喔 是這樣 那我的心情 客戶滿不滿足 都不值錢嗎 還好 還好 為什麼他們做這樣 但是你要扣 你要燒什麼東西 他們還會不做 他們會說NO 你說服務都說NO 如果去那個 學校福建的那個 泰式台灣的餐廳 說喔這個那個 炒和粉 我不要加蛋 我不吃蛋 不要加蛋 他們說喔不行 我說把蛋不要加進去 他們說那個怎麼做 就是不要加進去就好 就是不是做 如果你要做的東西我了解 如果你要燒的東西 他們還不會做 為什麼不可以做 沒有 你就 我跟妳講 下次妳直接講說 我對蛋過敏 對 他就不會幫妳講 他就會忽然知道怎麼做了 我覺得他們有時候都習慣 因為有時候我真的就說 我不要加香菜 可是阿嬤永遠會幫我加香菜 所以妳現在也對阿嬤不滿意 沒有 阿嬤加得好 但是這個過敏很奇怪 像我說我想吃蝦子 蛤 為什麼 妳對蝦子過敏嗎 沒有 就不能單純就不想吃嗎 不行 一定要有一個過敏的理由 你一定要營養菌疼 如果不是過敏就一定要吃 你一定要營養菌疼 我跟你講 對 蝦子是對人體好的 不開心 好厭俗 對 大家就說 少神你為什麼要脾氣那麼大 我不是一個脾氣大人 可是如果你被講13年 你吃者會受不了 我覺得你脾氣真的很差 沒有 不是 我被念13年 我在德國從來不會被念我要怎麼吃東西 可是他一直唸一直唸 真的會受不了 之後還有很多年 我不習慣台灣太吵 我覺得很吵 我覺得很吵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了找房子 夏天跟房東見面 都OK 很安靜 我扶錢 身心協約都OK 去睡覺 差不多晚上12點 開始了 有蚊子 蚊子 不是蚊子 什麼摩托車什麼的 大車 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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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捨不著 沒辦法 早上六點開始了 八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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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店 早餐店買東西三明治 早上還有吹哨子的生意 吵死了很吵 我推薦你一個東西叫氣密窗 真的 什麼東西 氣密窗就是它 就不潮 因為其實台灣的巷弄都很近 真的 所以它那個氣密窗一關上 它是整個把聲音鎖在外面 可是如果沒有就在家庭的房子 還是沒辦法裝啊 還是可以啊 房東可能沒辦法 如果你的 對啦 要看他們的房子 那要裝清楚的話 為了這睡眠還是要裝 那你看現在呢 現在選舉快到了 在外面車子上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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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我選我選我 拜託拜託拜託 給我給我給我 現在已經好多了 對 以前更好 當年選舉那個更可怕 一定會放鞭炮 超意思 還有時間還沒到 還有廟 還有有一次 早上六的廟會 對 對 一般天早上 對 所以怕那種有傷你唸唸 對啊 唸唸很酷 而且會吹很久 接受 整個早上 還要在路上哭 對 就只有聲音 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其他人也覺得 台灣有些地方很吵嗎 很吵 我覺得台灣滿安靜的 什麼東西 因為你看這個廟的這些聲音 也不算是每一天有 真的 那就是有一個月一次 我們還是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比台灣跟其他國家 我覺得是 那巴西很吵嗎 巴西 應該是巴西也滿吵的吧 巴西比較吵 真的嗎 真的巴西比較吵 如果你在他 街上都有搶劫的聲音 大城市的話 你會 就是 真的假的 假的 搶劫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是說真的 與其這樣我們還寧願聽一些廟會的聲音 索娜的聲音頓時覺得美妙 可是關於吵這件事 我要補充一個是 我覺得就是像日本的朋友 他覺得台灣人很奇怪 他們都很愛 他們很不能接受台灣人很愛 錄語音這件事情 因為日本人是不錄語音的 日本人只能打字 他們覺得錄語音是非常非常不 害羞 對 不思理的事情 他們會很害羞 所以他到現在還不習慣說來台灣 台灣人都會說 幾點幾點在哪裡都要錄音 對 對 可是台灣人很習慣 都會錄音 很方便 很方便 錄語音真的很危險 為什麼 你把它放出來 有的時候 真的有一次我就是在 因為我德國朋友 就是聊天室 有的時候幾乎都是傳訊息 可是有一次有語音 我在捷運上播 他就是傳那種女生的A片的聲音 那我想說 為什麼要這樣 最近有 他就是嚇害了那種 他是整體 那我就在一起 很尷尬 他就在看 那剛剛講到說 我們台灣的環境很吵雜 今天在你們國家 到底有多安靜 因為你知道 比如說烏龐就很想像 但是因為我覺得台灣很吵 所以折磨的時候 我很喜歡去巴山 為什麼我喜歡去巴山 因為喜歡找到一個安靜的地方 但是回到很多台灣人 他們會做什麼 他們就帶喇叭 然後喇叭就聽音樂 你去上上也很吵 所以對我們來說 就台灣很吵 我看非常安靜 可是你講的是鄉下 如果是城市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也是 住在台北城市 很吵 晚上很安靜 台北的一些外區 我覺得有時候 是比我家 像一個鳥不拉屎 也沒有鄰居的地方 更安靜 更安靜 對 因為我們家那邊 是不同的草 但是晚上就是 有動物的聲 但是你說大城市的話 大城市的話 紐約很吵 美國紐約 它是 不睡覺的 但是倫敦 好安靜 因為沒有公司開的 大家都 如果是走五再走六 大家是喝酒 晚上出來玩 但是平日 也是就是 聽到那個 毛咪的聲音 流浪毛那樣的 真的啊 真的很安靜 對 意大利也很重視 意大利也很重視 這種休息的時間 所以其實 連在米蘭 晚上就是 晚上之後就會安靜 我之前住台北的那個中山區 在我之前住長春路 我發現問題就是說 24小時 都有很多車 長春路帶精彩 對不對 非常吵 非常吵 我有你講的那個玻璃 的那個關了 但是關了 因為你關那個玻璃之後 裡面你一定要開冷氣 不然你就會被悶死 然後我又不喜歡開冷氣 所以 我反而開窗戶 那就是 對 就超不舒服的 可是有那個氣密窗 是不是差很多 差很多 完全聽不到外面 可以錄音樂在裡面 都沒有 完全安靜的 巴西跟台灣有一個差別 我覺得很有興趣 巴西就是有 就大家有在開車 但是他們 因為台灣跟巴西 大家喜歡開車 然後訂閱 巴西他們會裝一些 真的這麼大的喇叭 真的很大 哇真的很誇張 而且他們那個 聽音樂真的非常非常的大聲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他們在那個 決音帳我們可以定得到 蛤 我沒有開玩笑 我沒有開玩笑的 你聽不到音樂 你就聽到 噗噗噗噗噗 這個車子在過來 真的 好吵 真的很吵 而且有時候 這些人在開車 旁邊有頂 其他的車子已經頂好了 他們的聲音會 會開始 不會有人去抱怨嗎 還是 很少耶 這些人在巴西滿多的 而且他們是那個 背是大到 他們有 車子裡面的一些鎖匙 會就是 鎖 就是那個 會送掉 會送掉 怪不得那個 費丹妮獨牌綜藝說 台北好安靜 對啊 這樣聽起來確實滿安靜的 那你還有什麼 不習慣台北的地方 我是不習慣 在台灣這邊的是 不習慣台灣人是愛派對 我真的是不習慣 等一下派對在你們國家 是沒有這事情的對不對 我們如果 會吵架 有派對的話 我們就是不去 我們就是不去 但是 台灣有派對 就是要去 對 而且我之前 又跟我之前女朋友吵架 因為我們就是在東區那邊 走路的時候 他看到一個餐廳 然後派對 有人 很多人很多人在派 然後他說 我想去 我想要去這邊吃飯 我說不要了啦 這個人很多 我們要等30分鐘左右 我要去 要去 看到很多人去了 好像很好吃 我說好 然後我就去 那到那邊 你都要多無聊 我們就是在那邊 我們等了30多分鐘 而且那個太陽很大 我們就在那邊 一直流汗 真的這個我沒辦法可以習慣 台灣人很愛派對就對了 這個真的太誇張了 因為排隊感覺會比較好 可是我也沒辦法排隊啊 對 但是因為外國人 好像不能接受 我老公也不能接受 排隊這件事情 像之前有在排那個 賣那個鞋子 有運動鞋 不是排了一整個圈圈嗎 中校東路嗎 對 好多人排喔 我那天還在想說 到底在幹嘛 限量的 限量的啊 所以他也覺得不能理解 所以那天是在排鞋啊 是在排鞋啊 就在我們前面那裡 因為真的看不出來 你知道嗎 他就是從他們健身房 然後出來一直到後面 已經快要到閻集街了喔 然後繞一大圈 然後年齡層 年齡層從小朋友 到老人家 就是你看不出來 他們到底在排什麼 他們在買限量鞋 他們也不知道啊 有一些也不知道啊 有一些是帶牌的 老人家就是帶牌的 他們是帶牌的 對 他們是在買鞋 而且還不見得買得到 你排到的時候 還要抽號碼牌 對啊 像週年慶大家也是排服帶牌的要死啊 所以你在想說 什麼凌晨4點就去啊 外國人都沒有在排這一些嗎 沒有啊 而且我覺得很誇張的是 有的時候 兩家餐廳買東西 買一樣的東西 可是一個排很多人 一個完全沒有人排隊 那我還說 那我們吃另外一家 他說不要 對啊 排隊一定不好吃啊 可是我也會去沒有排隊那一家 對啊 就試試看嘛 不好吃再說 沒錯 真的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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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